大家晚安,我是永诗老师 因疫情的扩散 我想除了我们要守护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平安之外 心理的一个守护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在五月底之前 我会在粉丝业举办免费的线上解牌活动 欢迎大家私讯留言来参加 而今天晚上呢,我要分享来自一位伙伴的提问 他的问题是因为疫情而影响了工作的停摆 对于这样的状况感到担心 我相信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的工作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甚至有一些工作就是真的要暂时停止了 那像我自己也因为这样 很多的课程就必须延期 而这位伙伴呢 他所选的疗心卡的数字 分别是退缩、逃避跟优先顺序 在疗心卡的设计里面 蓝色的阴影组代表的就是 我们可能被这个困扰困住背后的原因 而红色的滋养组代表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扰的方法 或者是如何给自己力量 而大家跟这位伙伴可以来思考一下 如果你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工作停摆 那么你会对什么感到退缩 又会逃避什么呢 那这两张蓝色的阴影组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 但某个部分就是 也许我们也可以说 退缩就是好像因为我们为了逃避病毒 所以我们就缩回我们自己的家里 缩回我们的世界 来这个注重这个安全 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思考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 也许对于原本的工作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呢 就会开始去思考说 那疫情结束之后 到底工作 是不是可以如期的顺利的展开 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逃避这张也有人开玩笑说 那因为我们就必须待在家里 可能有更多要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也许之前的相处状况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 不太想要面对跟家人的相处 那这可能是我们会想要逃避的部分 那聊心卡它都不是塔罗牌 它并没有要帮大家预测未来的结果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大家可以去思考跟看看就是 诶 我可能因为这个状况 那么我会对什么是退缩的 或者是我自己又会在逃避什么呢 那这个是这位伙伴 还有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思考的 那它的解套的方法是优先顺序 那我觉得这是一张很棒的牌 尤其是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呢 实际上虽然我们并不想要工作停摆 但是是因为面对目前疫情的扩散 我们的人生安全可能相较于工作 可能会更为重要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优先顺序的选择 那当可以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也许就会更珍惜我们现在虽然工作停摆 那当然收入的部分 这个部分怎么样后续去解决 它可能也会考验我们原本的一些预备的能力 但总之我们就是先守住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 所以这个是优先顺序提醒这位伙伴的 那同时我相信我们宅在家的时间 其实也可以为之后的工作做更多的预备 不管是怎么样衔接 怎么样补充 或者是甚至有可能去重新思考 就是面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时代 也许真的大家会面对很多的转变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粉丝页 甚至也可以进行线上咨询的预约哦 祝福大家我们都共同的 好好地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